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學朋友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實測 八星魔王中的四大天王 這今天終於可以把這四大天王給湊齊了 那有個隊伍技能 八星魔王放進同一隊的時候 攻擊力跟回復力機值有1.8倍的加成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四大天王到齊的 魔王立母路到底傷害有多扯吧 不過我們這邊打的是合作關卡 所以傷害會灌水總共是4倍 並且這隊還有內建多無視十字盾啦 以及無視工錢跟連擊護盾 不過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傷害到底有多浮誇 這隊比較特別的是 瓦倫泰並沒有推出他的專屬龍科 其實你就可以帶魔族浮誇爾龍科 這個蠻適配的 消除五種浮石還可以直接有自身1.8倍的增傷 剛好瓦倫泰他的固板就擁有六種浮石 這邊我們就直接來實測一下 這隊到底有多強吧 首先一進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個龍科能力 選智慧之王 你可以發現到 如果我們都帶八星魔王的話 就會沒有木屬性 所以智慧之王就沒有辦法讓木珠一消 不過我們這邊稍微手轉 也是能夠手消整半的 接著進入第二關 這邊我們敵人會幫你回復技能 然後直接空轉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一下技能了 第三關這邊我們直接開拉米利斯 然後木珠騎手做一個空轉 第二回合這邊我們開蜜利姆 然後直接手消整半 轉珠不要停在血液地形上 好這邊我來看一下 單開蜜利姆的一個傷害 是直接來到了九百兆的輸出 那接著我們來到三隻二 這邊開隊長的一技能 點光暗光暗光暗 然後過板消除 我們來看一下單開隊長技能 有多少傷害 這邊還包含一個拉米利斯的一個增傷 哇直接打了5.7Q 相當恐怖啊 來到第四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龍坑能力 選暴風之王 然後開瓦輪泰 這邊就可以來進行排出 那我們可以排個五鼠同康 好我們可以在暴風裡面去排出 就可以提前的停止排出 好這邊單開瓦輪泰 是擺照的一個程度 好那這邊來到第五關的第一回合 我們開戰友的1技能點6下按住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傷害都要除以4喔 所以單開瓦輪泰的話 大概傷害就只有20幾兆的一個程度 那第二回合這邊我們開隊長1技能點6下按住 那開瓦輪泰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只有瓦輪泰能造成輸出 所以瓦輪泰其實不太適合跟魔王一起去開 好這邊我們開戰友的1技能 所以你會發現到我寫的劇本裡面 魔王跟瓦輪泰他們從來沒有一起開啟的部分 那這邊敵人有連擊護盾 不過我們的建築物直接無視這個連擊護盾 然後這邊直接賴過去 然後第七關 那第一挑起到這邊我們開瓦輪泰 加開秘利姆 好我們看一下這兩招搭配的一個結果 那這邊直接固版消除 那其實我們秘利姆是沒有輸出的 只有瓦輪泰有一個傷害 打了600兆的一個程度 好那接著來到7-2 這邊我們開龍坑能力選誓約之王 可以隊長1技能點水6下 顧版消除 然後來到了8-1 這邊操作比較複雜一點 你看到瓦輪泰他的CD輪轉相當快喔 除了這個秘利姆可以幫他回之外 然後隊伍技能GV點也能幫他回CD喔 基本上回得快的話兩回合可以開一次 好這邊我們開瓦輪泰 再開蜜利姆 再開拉米利斯 這是三個八星魔王的一個聯手 那這邊木珠騎手 轉珠不要停在血域地形上 基本上這是一個固版 所以相當好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開了這三個技能的一個輸出量 哇直接破Q的一個程度喔 好那接著來到了8-2 這邊我們直接手下整版 這對平坎也是來到200兆的一個程度 9-1這邊 我們開瓦輪泰 加開一個蜜利姆 這個版面的話 就是有9組的屬性珠 所以解這個7組屬性珠自然是沒有問題 哇一樣是Q的傷感耶 好療癒喔 好那接著我們來到了9-2 這邊我們開戰友的1技能 點6下水珠 那剛好魔王的技能 也能打出無數的一個傷害 9-3這邊我們開瓦輪泰 加開蜜利姆 那瓦輪泰的技能還有一個特性 他可以無視反手消 所以有這種反手消的情況 就交給他就對了 不過有一個重點 瓦輪泰的技能並沒有無視十字盾 那剛好蜜利姆他的技能 無視十字盾是只有他自身 所以剛剛那個情況下 如果說沒有打合作關卡就會有點尷尬 可能要靠時光牌去無視十字盾 好那我們來到王冠 這個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開蜜利姆 這邊我們直接手轉一族L 一族水L 然後剩下的就盡量消珠 你可以發現到由於我們的瓦輪泰 帶著這個魔族腐化龍科 所以轉珠時間相當的舒服 好那這邊消完有20康以上就可以通關 來到王冠的第二條血條 王冠第二條血條 這邊我們開隊長的一技能 點 水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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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然後這邊我們直接手轉 然後再搭配上一個祕密 直接轉兩組的水龍 最終王冠 這邊我們開戰友的一技能 點 水 按 水 按 按 水 然後開龍科能力 選 智慧之王 然後這邊直接手轉3L 好 那這邊就直接通關吧 那以上就是四個八星魔王在一隊的一個實戰解說 不知道傷害有沒有驚艷到各位 如果你覺得這隊還不錯的話 歡迎這部影片點下一個免費的喜歡 想要看到更多什麼炸的影片 也別忘了按下鈴鐺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邊的小鈴鐺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massa 俞捏 Buffalo 中國